黄埔建造一百周年的孝敬活动 赖青的总统南下高雄来者持 并且清造地面部队 那么他在至此的时候 对学生提出了三点勉励 强调说不能够敌我不分 也不能够敌友不分 更不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并且是再度的重申 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捍卫国家主权 不容侵犯并吞 捍卫国家主权 有主权才有国家 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 各位投身陆军官校 就是将保卫国家的重职大任 扛在自己的肩上 我们绝不能够敌我不分 也不能够敌友不分 更不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军人是国家忠诚的守卫者 是国人的依然 国家的骄傲 我希望各位坚守国军的信念 务必要维护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捍卫国家主权 不同侵犯并吞 确保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有两千三百万人民共同决定 让我们一起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尊严 为国家带来光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